這一次PK 我想從幾個層面看 勝負已經很清楚了 已分嗎 已分了 這麼快 第一個 不用看結論 先看出訪的動機 這個蔡總統出訪的動機 表面上是看外交了 其實我們過去知道 總統過去的幾任總統 如果要拉高聲勢的時候 尤其阿扁任內 蔡總統也是一樣 做什麼事情 絕對是出訪 出訪引起媒體 全國關注有高度出訪 這個拉高度都是用出訪外交 那這一次的動機 是真的為了出訪而出訪嗎 不是嘛 所以剛剛兩位主持人講得很對嘛 總統府在配合韓國瑜的行程 在PK 光是配合韓國瑜的時間在PK 就先輸了一截了 這不用再問太多 都是挑戰者去跟衛冕者 衛冕者去跟挑戰者 總統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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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拼外交 我到時候很可憐外交部 為了配合總統 要去PK韓國瑜 苦心幾率去安排這樣的時程 真的很可憐 還有一個我要報告一下 大家有沒有注意 當然重點在夏威夷 美國是我們最重要的關係 但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次為什麼要趕快過去 要跟美國軍事採購 F-16V戰鬥機 這麼多大筆的錢 這不是小錢哦 不是給這個 柏劉諾魯或是馬少爾 那還是小的 給美國這次去的 給美國的保護費 這個很重要 既然付了這麼大的錢 蔡總統 他想說我到美國一趟 夏威夷總到美國 你要派個層次高的 跟我見個面吧 給我鼓勵一下 給我安撫 溫暖一下吧 付了這麼多的錢 這時候趕快過去一趟 所以光是去的動機就不一樣 那韓市長的動機 其實很簡單 我要說明一下 其實他這次 他沒有別的動機 就是幫高雄農產品 幫高雄拼外銷 那這一點其實來說 民眾一般社會大眾 不要說我們高雄市好了 其實一般民眾來看 都已經高下立判了 你不過是為了拉抬自己 總統低迷 民調每次在後面 剛剛霍文兄 你講得很有趣啦 你說怎麼可以把最後一名 跟低迷綁在一起來PK 但是不是我們要做的 是他自己要PK的 那民眾也會看 這次光是動機論 這個光是時間的安排 就已經輸了一大截 第二個我要看的是說 總統他這次出訪 你回來能夠帶什麼東西回來 好吧我們就看結論好了 能帶什麼回來 難道從美國帶訂單回來嗎 從美國帶一堆 可以跟我們購買龍產品的嗎 或者跟我們台灣 購買什麼東西的嗎 我要報告沒有 而且我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馬上我們面對的就是 要參加區域經濟組織 區域經濟整合 這個很重要 請問你可以從美國得到承諾 幫忙我們中華民國 跟東協參加RC嗎 這才是重要的事情 總統的高度要做這些事情 如果通通沒有 只是帶著飛機去 然後原班人馬再飛回來 開個計程會告他到我出國了一趟了 我油錢也花了 然後美國見了一些朋友了 如此 其實效益是遞減 完全遞減 完全輸了 那就韓市長來說的話 我很同意剛剛主持人佑正所說的 我過去在陸委會在海濟會服務 我也在統統府的國安會服務 確實有一點 兩岸關係 它的高階跟重要性超過外交關係 因為最重要我們來自的經濟 來自外交 來自很多方面的困難 是因為兩岸關係不好 那兩岸關係如果解套了 兩岸關係有好的發展 兩岸關係有好的處理 很多都迎刃而解了 所以這一次韓市長到香港澳門 到了大陸去 這四個地方我個人來看 它的重要性可能還不只是 在這次農產品在推銷 因為很多人在關注這個事情 而且我注意到 大陸這次對於韓市長的訪問 他雖然是市長也是城市交流 但是對他的重視的程度 超過過去幾任市長 去大陸的訪問到香港的訪問 到澳門的訪問 甚至於在這次訪問裡面呢 我相信對岸也在看 韓市長為什麼有這麼大 這麼高的能量 這麼大的熱度 民眾對他的支持度 然後大家在觀察這個事情 我個人看的是 這一次韓市長去香港澳門 還有深圳跟廈門 這四個地方有很多台商 有很多華人 而且這四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坦白說 這些年進步很大 光是一個深圳市 他的人口有2300萬 剛好是一個台灣的人口 深圳他現在的產值 包括深圳市 上次我看到深圳市 他來了他們有一個財政局局長 我們就問他 最近他也見到韓市長 我問他說 你深圳市一年 你是財政局局長 你一年深圳市的 預算規模是多少 他告訴我說 張先生不多啦 大概是4700億人民幣而已 4700億人民幣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座有幾位立委 剛好是我們中華民國 一年預算的規模 中華民國一年預算的規模 剛好是 他一個財政局局長 年紀多大 45歲 他說不多啦 4700億人民幣而已 所以不多不多不多 那所以 廈門的發展大不大 大 太多台商在廈門 香港這年 你的情況 跟澳門的情況 其實這次韓市長去 我覺得還不止 因為我所瞭解的是 這次好 有十位議員要跟 市議員要跟著韓市長過去 你知道嗎 全部都要去 還抽籤 抽籤 補位呢 還有補到第30幾位 民進黨的市議員也抽籤 民進黨籍的市議員也想去 至中嗎 不要說無黨籍的也好 不要說無黨籍的也好 你光看嘛 過年的時候去發紅包 有沒有注意到 民進黨籍的民意代表 也搶在旁邊 有沒有 我當時奇怪 怎麼搞的 你應該是跟 陳菊來發紅包吧 怎麼跟韓國一來發紅包 但是我覺得 韓市長也好 我想我們的心胸很大 這個大家都願意來嘛 一起來發紅包 過年嘛 我們也不要在乎那個東西 但是呢 現場不敢在好幾個 天后宮也好 很多地方 其實民眾已經在看了 也有很多 民進黨的民眾在看 他在眼裡面 他們心裡很瞭解 在搭韓風 那為什麼連民進黨的支持者 都開始在搭韓風 都開始覺得需要這麼做 我覺得很簡單 道理只有一個 非常簡單 現在的民眾 不是在跟著民進黨說 我要顧主權 我要顧巴兜 韓市長的拼經濟 我最近到很多地方 大家都要喊 喊什麼你知道嗎 動算啊 吳玉珍動算啊 王鴻輝動算啊 張醒浩動算啊 好啦 他們動算了 這樣吧 大家都大發財 大家都大發財 這是重要的 請問一下 蔡總統 或是民進黨 你在規劃這次 總統出訪的時候 你為台灣的民眾 在經濟拼了什麼東西 那當然是 拼不到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貸了很多錢 為什麼 我們要採取 特別預算編列 重大的軍事採購 那採購到底有沒有用 另外一回事 但是韓市長去把兩岸關係緩和 讓我們在裡面的台商 有更好的發展 讓高雄農產品有好的出路 這一些才是實際上解決的問題 那至於民進黨 我要說了 如果蔡總統 你在沒有去真正的反省 原因在哪裡 不是在那個專機 到底多豪華 你就算做太空梭 也沒有用 也不是在你帶你多少人出國 那也不重要 也不是你要見到更何人 川普的電話都接了 結果如何 引起了很大兩岸關係的緊張 美中關係的緊張 今天最大的關鍵在哪裡 有沒有為台灣老百姓的 未來的經濟跟生活著想 你如果出去是真的拼經濟 真的是為台灣發展做著想的話 而不是為了選舉去PK 我剛剛講了 從動機論來看 已經輸了一大截了 輸了一大截 高向立判 更不要說回來的結果 我相信 我在這裡打賭 許志傑立委在這裡 我在這裡打賭 回來之後 要嘛你們趕快做民調一下 民調就可知道 做韓國瑜的民調 做蔡總統 兩個PK的民調 民眾會怎麼想 很清楚就看出來了 但是呢 如果民進黨還不反省 還是覺得 我用這些奧波 我用這些方式 出口轉 那一箱還能增加我的民調 還能增加支持度 抱歉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現在看 完全過去了 民眾現在眼睛看得很清楚 尤其是我前面搶到了 我最近碰到很多民進黨的基層 居然不承認我 他是民進黨 都說我是無黨的 沒有黨的了 這一點我也希望 民進黨的高層要看到 在意的提醒 韓市長很客氣 說不敢PK 各做各的 但是提醒你們注意 他們還沒出發 已經高下立判了啦 勝負已定 結論就是這樣 搖擺